而在这个层面之下 中国面临了拜登政府企图在组建白色联盟 要打掉中国的发展 来维持自己的利益 在这个时候 中国与俄罗斯就开始第二轮的短期同盟 为什么说是短期 因为俄罗斯的算盘 从来都是俄罗斯他们自己要全拿 小孩才选择变 他们都全拿 你看看 高手 所以对于战斗民族来说 我只保护我自己的利益 其他人我都不相信 而没有互利的基础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用谈 所以说中国政府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任何与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同盟关系 都建立在利益上面 而在这个层面之上 这次的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声明 对美国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了 警告什么 警告你美国当世界两大强权 都说不要用你美元来结算的时候 或是要求一带一路的成员国 未来可能都只用人民币结算的时候 你美元的霸权 就不一定能够保持住了 未来你要发你的国债 你就得掂量掂量 有没有人会真的毫无节制的买单你的国债 可能日本会其他国家就可能要想一下了 美元的霸权 这纯粹只是对美国有利 因为他可以自己印钞票 让别人流通 把全世界所有国家跟所有人的资产 都把你变成美元化 怎么样形容这个问题 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钱买了什么豪宅 对不对 我们就设计一款钞票自己印出来 然后宣布我这张是100块 这张是1000块 所以是说你这豪材 无论你10亿20亿 那么我都印给你 对不对 我要买什么 我自己印出来 你就得接收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需要任何的原因 就没有任何你买不起的东西 而美国之所以国债这么高 叫做债多不愁 就是因为他自己可以印钞票来买你的东西 而他的钞票价值基于何处 当然不是基于只有基于美国强大的经济体 不是只有这个问题 而是基于美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以及他的核武 而经济现在这中国是十分强大的 一个广东省的GDP 就超越了四小龙之首的南韩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等于说中国的经济 隐性实力已经独霸了一方 而在武力方面 核弹头俄罗斯是超越美国的 是世界上最多核弹头的国家 所以为什么欧美两边对俄罗斯都很感冒 但是没有人敢用武力去动他 就是因为俄罗斯手上的核弹头 实在是太多了 而美国为什么要送民主欢乐送进去俄罗斯 就是反对派的首领 就是因为希望送出去一个反对派 然后让这些俄罗斯里面的核弹头的按钮 放到自己人身上 那是不是比较安全一点呢 而可惜的是送回去这个要抢按钮的人 一回到俄罗斯你就被抓起来了 百姓有没有抗议 百姓有抗议 两个月前他们都有抗议 现在好像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而到现在 这个反对派的领袖还在这个牢里面 普廷会不会迫于这个舆论的压力 以及抗议把这个反对派领袖放出来呢 在过去历史的看了 俄罗斯人没有这么好商量 未来是不知道 但是现在似乎没有这么大的机会 至于他会不会 那个反对派的首领会不会就是被被做掉 其实现在应该是不会 但是肯定应该不会有这么快的时间会出来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北韩也进入了中俄两边的阵营 开始在灰色地带进行了飞弹试射 符合离合国安理会的范围之内 然后试射两颗短程飞弹 射开心的你怎么说呢 所以说几乎可以说是让美国在特朗普持旗 安抚北韩的一些成果 几乎可以说是打回了原点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而北韩的四射飞弹 虽然金与正就是对美国喊话 让你睡的不要太好 但是感到最忧虑的 我相信绝对不会是美国 而是什么 也不会是南韩 绝对就是日本 为什么呢 因为南北韩同为朝鲜族 朝鲜族是非常团结的种族 我叫他们同事操歌 有问题他们两个先对干 这个基本上的几率是不高的 真正在进行韩战的几率 其实是为乎其为的 下下你可以 骂骂你可以 吵吵架可以 但是你真的要发生韩战 第二次 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而南韩也知道 所以说他也不会主动的去跟北韩去挑事 这个是之前南韩的船舰被北韩炸掉了 南韩也就算了 对不对 所以主要的威胁还是在于日本 日本他军事力强不强大 不要误会了 日本的军事力是非常强大的 他是一个受到美国支持 有强大军事力的国家 他的综合军事力是大于北韩的 但是如果在实战方面 天知道北韩金小胖 他到底有没有核弹 如果他有核弹 第一个炸的不会是中国 也不会是韩国 更不会炸到台湾 对不对 我们跟他不熟 他第一个炸的大概就是日本 因为日本有美军基地 日本怕不怕核弹 我是不知道 但是北韩他肯定不怕 为什么 因为始祖不怕开水趟 穿草鞋的还真的不怕穿西装的 而在这种氛围底下 中国在今天跟伊朗签订的合作协议 这份协议虽然没有公布细节 这是今天刚签订的 但是这份协议的有效性 达到了25年这么长的时间 中国总投资在伊朗金额会达到4000亿美元 相当于多少 相当于11兆台币 这个时候与伊朗签订的这个协议 无疑的是给美国一个非常大力的大耳瓜子 为什么 因为美国就是要联合全世界来对伊朗进行制裁 石油禁运 限制带大家去购买伊朗的石油 让美国的石油可以获取巨额的利益 简单的来说要取而代之 这么简单 而中国这个时候签订了一个中医合作协议 要扶持伊朗来恢复他的国力 中国的购买力也是够够的 那么同时也可以从伊朗获得什么 一个比较低廉价格的原油供应 反正伊朗你卖给别人 别人第一个不是买不了的这么多 第二个就是迫于美国的合约 我不敢跟你伊朗买 对不对 等于说中国用只有中国一个客户的状况之下 那么你国际原油价格 那是你们在定的价格 我跟伊朗买的价格 那就是另外一个价格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甩开美国为首的石油的那个价格的控制 让能源的获取成为一个强大的保障 所以真的发生了任何的制裁 至少能源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提到的RCEP农业进口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吃的没问题了 能源也没问题了 那么请问中国还真的是很怕你美国跟欧洲给他什么强大的制裁吗 而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伊朗他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这点相当于跟穆斯林国家结下了一个善缘 未来欧美要操纵中国穆斯林的议题 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了 因为你伊朗跟我们是好朋友 你怎么样去说伊朗的穆斯林不会发声明要支持中国 整体的国际左相 在中国的连恨策略之下 就是变得非常的轨距多变 什么是连恨 这个各位有些人不大知道 知道就多听老师啰嗦一下 连恨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纵恨家9流18家里面 纵恨家提出的中心思想 老师根据考证 在韩非子这一书里面有记载 从者何众弱以弓一强也 而恨者似异强而弓其众弱也 等于说什么 等于说你可以把集合一大战弱者去打一个强者 或是你依靠一个强者去打其他弱者 比如说像日本 他就是依靠美国这个强者来去做其他的交涉 单靠日本一个不够 但是美国是我大哥 对不对 新老爸你怎么样说都他给我靠 这个典故是什么 这个我们稍微说一下 秦国于战国后期的时候 他是一个最大的国家 有一个叫公孙衍的 提倡一个合众的外交政策 就是说秦国这么强大 所以说我们六国应该全部结盟起来 来抵抗秦国 就像现在美国去做这样子的联合白色联盟一样 但是对于秦国有一个叫张仪的纵横家 他就反提倡叫做联恨 至六国中某几个国家 联合秦国经攻打其他国家 这是比较好的 他的目的大概分两个 就什么 我一一的去把你们分裂之后 让你六国不能统一团结 第二个让你六国之间因为利益的交换 产生了内讧 所以说中国不断的跟中欧签什么协议 什么地方的 其实多少有在这个意味里面 而最后秦国凭借的穷厚的武力 用这个计策收到了很大的利益 最后瓦解六国的联合 变成中国第一个皇帝 也称为始皇帝 这是历史典故 老师今天稍微讲一下 而美国现在积极拉拢欧洲国家以及日本澳洲 要做的就是合众政策 实现这现实的强国 来做一个完整的联盟 用来单独对付中国崛起的强大 如同秦国一样 希望有列强的绝对优势 杜绝中国的发展 但是这个杜绝中国的发展 必须基于各国的利益完全一致 你没办法让中国各个击破 而且这个盟主的本身 必须要有绝对的优势 无论你是金士或是经济 你都必须要有绝对的制高点 就像什么 就像狼有狼王虎有虎王 你要当狼王当虎王 你的牙尖嘴利 尖牙利爪 你必须要超过其他的同族 人家才会愿意跟着你这个王 因为跟着你 你就可以打猎到比较好的收获 那么我们大家不都有的吃吗 这个是任何生物的必然性 而美国现在并不完全具有这个优势 不是说美国没有 而是他并不完全 虽然军事上面美国的军事力 是显性世界上最强大的 什么是显性世界呢 就是台面上的武力 他只有绝对的优势 例如当年美军攻打伊拉克 美国仅用10多万 大概14万的军队 就打趴了海山浩生百万雄师的伊拉克 这就是绝对的军事力 但是美国目前的整体的调度上 以及补给上 并非拥有绝对的优势 就像为什么美国要跟我们说 中共打过来 要我们台湾先撑14天 对不对 不是因为美军 美军他们的船跟飞机 他们直接开出来得到消息 台湾要被收了 赶快各位战士背上你的背包 进入你的船舰 或打上你的飞机 直接往台湾开过来 那是不行的 那是绝对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他必须有后勤的补给 整条供应链你得赶快组建起来 最少你也得10天到14天 所以说为什么他要说你要撑住14天 原因就在这里 大军未动良草先行 你不能把飞机跟船开过来之后 他没有油没有弹药 然后士兵没有饭吃 你说航空母舰就算了 你知道天上的飞机他要停哪里 对不对 飞机飞的一定是比船来的快 那你先补给就成为了问题 你一定要来这边炸一下 他再飞回日本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对不对 所以他需要时间 不能像我们的伟大的国防部长说的一样 如果中共来打台湾 打多久我们赔多久 真的能够赔多久 我相信赔是一定可以赔的 都没有问题 你打进来了 人家登陆要进入总统府了 我们总要有自己的去赔他 对不对 跟他介绍一下这总统府 是不是 你赔是要赔 对不对 但是面对这种不对等的压力 你热冰器不要说撑14天 你能撑过4天就已经是造化 能够撑过14天 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很多朋友一直认为 我们是不是就是说期待美国来帮我们 人家是要补给的 飞机飞过来 你要他停哪里 你停台湾吗 对他还没飞进台湾 你被他打下来 你信不信 人家去台湾这么短的距离 就像特朗普讲的 中国去台湾只有两因此 你要怎么去救他 那是不可能救到的事情 所以说印太战略 各位我们在去看美国一直不断布局印太战略的时候 基本上他已经确认台湾是救不回来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现实的状况 而更有威胁的其实还不只是只有中国 还有俄罗斯跟北韩他们的动作 并不在台面上去彰显 俄罗斯他的军事强大 他没有说你来说我去协助中国 我还是不协助中国 我没有讲 我可以不协助中国 但是我不同意你美国在我这边要我扬威 可不可以 这也是可以的 当时双亚战争 对不对 亚赛拜然跟亚美尼亚 调停的人是谁 不是美国 那是俄罗斯去调停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边没有利益 其他国家不想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 这现在大家要让美国去毒大 但是不代表美国只有唯一的最大 如果要单打独斗 美国当然你也打不过俄罗斯 这是必然的事情 但是俄罗斯会跟美国主动军事化战争吗 也不会 为什么 所以老师说的显性世界的军事力 就这么一回事 大家不会跟你真的打 但是你要打起来 美国你打谁都不会赢 你打这些猎抢 打谁都不会赢 你就要打法国 你美国也不见得会赢 说实在的 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事情 所以在另外一个地方 除了军事力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力 美国的载台高足 就是因为他的经济实力 很多人看空美国的财政 但是老师有点看多 为什么 因为再多不愁 你知道吗 我欠这么多钱 所以你们一定要帮助我回复 为什么 因为你有本事让我美元泡泡化的话 对不起 你们买的国债 大家一起一水都完了 唯一泡泡化 大家一起赔账 所以越是发达的国家 外汇成底越多的 越会跟美国去配合 所以美国的合众 终究还是可以成行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会形成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意识的路线 你要真正的每一个人都跟你的脚步 对不起 那只二战以后才会 现在办不到 如同德国现在已经单方面去宣布 他不会跟随了美国 他会走自己的路线 所以说特朗普特别讨厌德国 但是有意思的是特朗普他本身是德国裔的 他的祖先是从德国到美国的 他一直说他自己是英国协讨 没有那是他外祖母 那个不是特朗普那一戏 所以基本上特朗普他是德国后裔 而这样松散的合众 毕竟难以防止中国进行的连恨策略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连恨 基本上是给予原本欧美列强所欺压的弱国 给予实质上的帮助 无论是给你钱花 帮你盖房子 教你四字 教你种粮食 给你一些救援补助 然后再去你家开工厂 雇佣你家的百姓 对不对 让你的就业率能够提升 然后再跟你做生意 买你们的原物料 你补鱼我给你买鱼 你补小龙虾我给你买小龙虾 是不是 然后低价再卖给你 原本你买不起的那些科技或3C用品 美国的手机很贵 韩国的手机很贵 中国的手机很便宜 对不对 所以让你可以充分感受到 你跟中国大哥混 你还可以过得挺不错的 所以这些弱势国家 在中国广泛的实质外交之下 不会跟你讲意识形态 你也不要说中国一定好 你都不用喊 对不对 我们当好朋友 我们继续往来就可以了 所以是说 他整个在欧美以外的话语权 中国其实不一定弱于美国 只是我们现在的媒体 尤其是台湾媒体一直不断的让我们看到欧美相关信息而已 所以说我们就会误以为是什么 我们在地 他们然后欧美在天 下面没有了 下面其他事情都是地下种族 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只要是东南亚的 女人都一律叫玛利亚 是不是 这是蛮有趣的事情 而在中国中亚以外的南亚地区 还有非洲地区 中东地区 这几个地区 中国的经营已经不是5年10年的事情了 已经是长达数十年的经营 而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的事情就是 中国他们本身没有选举的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选举的问题 所以说他的政策跟他的一个模式 都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 对于内政上面 其实比较实在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的政府唯一的问题 就是他只怕自己政机做不好 然后百姓过得不满意 没有给他足够的一个美好的未来感觉 然后被百姓斗争下台 他一直不断讲到斗争这个话题 但是斗争这个字是双面刃 你今天斗垮了别人 难道百姓不会来斗你吗 对不对 14亿的国家里面有1亿的党员 这些人你不让他吃饱 不让他过得好 请问他会挺你吗 不会 对不对 那是不行的 所以是说 不断的他们中国的政策会不断的延续 所有东西都可以不断延续下去 包含外交策略 说贯彻的绝对会比其他国家来的好 尤其是民主国家 如果说拜登说习近平骨子里面没有民主 我觉得是很实在的事情 因为美式民主 谁长的美式民主在骨子里 那个人就完蛋了 真的就完蛋了 欧洲都是美式民主 没有欧洲走的大部分不是总统制 对不对 大部分 不说每一个 不是每个都总统制 对不对 所以说 没有美式的民主 其实是一件好事 真的没有美式 没有真的是一件好事 美国的民主真的是很还蛮伤的 像美国他建设做一些大内建 扩大内需那些建设 从欧巴马时期喊到了特朗普时期 再喊到了拜登时期 每个人都在喊说我要做中国大建设 不是不是中国 做美国大建设 我改改公路 改什么东西 到最后一件事情都没有改成 为什么 因为选举 选举这个事情是绝对是对社会经营 是不好的事情 如果选举真的是非常强大的 无所不能的制度 那么现在古牙界还是古牙界 他不会灭亡 因为选举万能 你各位说是吗 所以说你说中国关于贪不贪污 他肯定贪污 对不对 贪官污吏老师也认识不少 但是他们还得先让百姓吃饱 然后你才能贪污 对不对 不像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光明正大找表姐当内政部长 对不对 谁缺职位没关系 设立几个经济会 是不是一样给你月领10万 数十万都没有毛病的 所以在目前的国际角力上 中美之战 美国要阻止中国的崛起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 轮值体操会所指望 美国的美军能够开进紫禁城 或是中国的百姓能够推翻中国共产党 那么老师只能说 在一个单位的历史时间内 是几乎不大可能的事情 老师的一个历史单位值的就是20年 老师在节目上所讲的一个历史单位 都是20年 在这段时间之内 不会有任何国家的军队可以开进中国 因为中国有核弹头 你知道吗 你来我就丢了你国家去 对不对 再配合俄罗斯的利益结构 这核弹头加起来 足够毁灭全世界至少10次 全世界不是绝对一个国家 对不对 怎么打 所以热逼气之战 至少美国不会像打伊拉克这样 打叙利亚那样 直接对中国出手 就是美国想对中国出手 也会找代理人战争 或让印度或是台湾去出头 对不对 但是印度真的那么好利用 我们必须说印度人老师不是很欣赏 但是人家精明的跟猴一样 对不对 你让他做出头鸟 去牺牲奉献 对不起 办不到 你也不要跟我讲我们共同信仰 或者共同的价值观 你也别提这个了 印度人信的是印度教 对不对 不是你基督教 再怎么样人家还是有信穆斯林教的 几乎没有一些地区是纯粹基督教的 所以说意识形态完全是不一样 民族性也完全不一样 文化更不用谈了 之前在特朗普时期 中印边境已经配合你演场戏 对不对 已经牺牲了几个将士 无论是印度或是中国 都有人牺牲了 特朗普也下台了 大家也擅长回家了 那么接下来靠谁 靠台湾 就是下一个牺牲品 而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美国的强大是绝对在世界上是不可小觑的 他是真枪实弹的强大 但是问题是在于 美国的领导人还在用30年前的方式 来进行世界局势的经营 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事情 美国与欧洲对于世界的话语权 人还在沉浸在什么 过去的100年 认为百种人可以主宰整个世界 英国就是一个日博弱帝国 全世界都应该为百种人来服务 尤其是央格鲁萨克逊 如同是老师开头所讲到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的运行是一个必然的眼镜 如同太阳照射的地方就是白天 背面就是黑暗 而其实太阳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也没有移动过 会移动的只有地球 他有公转跟自转 只有你只有我 各位陈老师不是说 您说呢